靖思堂涌进人潮 汇聚的是满满爱心 林月美虽然行动不便 听到花莲受灾 也想过来尽一己之力 我也是我学人 因为我心里喜欢 一旦不回来 我就尽量过来 一够来成家 就是我叫我心里去 不能到灾区现场付出 但也要凝聚心念 苏网市一起二十年前 岁末寒冬 家里遭注荣之灾 幸好有家人援助共渡难关 花莲震灾感同身受 发愿省下这个月的买菜钱 捐助灾民 爱心共振 远在加拿大的志工 也用虔诚的心为花莲祈福 我们要让自己成为 在一代一世发生的时候 所谓的最新来 最能无依靠的一个地方 就像这次我们花莲 竞争马上就开放 让大家在那里有地方可以住 这次竞争存在的意义之一 也是我们从这每一个小学 每一个地方 不管过去盖得怎么样 一旦我们有机会 去重建它的时候 我们就是用最高的标准来建它 在此刻在这么短的时间 就已经可以办这个感恩 然后祝福祈祷会 让我们那个地震灾临 还有花莲 向花莲祈福 这一点我非常非常的感动 人人付出爱的行动 善念的汇聚也是造福 戴一新闻 这是美志工 综合报导